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在家里休息 而是外出登山 刘嘉玲晒出一组爬山后的自拍照 配完 走进山里感觉到秋意了 深呼吸 让清新的空气转换情绪 心情无比的惬意 从照片来看 运动后的刘嘉玲气色相当红软 你们也是登山 刘嘉玲这次是全素颜出镜 照片里刘嘉玲对着镜头自拍 露出一抹满足的笑容 让人意外的是 这次刘嘉玲这组素颜自拍照很高清 而且是近距离拍摄 几乎连脸上的红斑都能看清 看得出来并没有过多美颜 照片里刘嘉玲皮肤细腻 运动后肤色白里透红 除了嘴角边的几根西瓜暴露了年龄外 脸上肌肤细嫩得几乎和年轻女孩没什么区别 保养得相当好 看到这组没有预定的照片后 由女王友胜赞 像嘉玲剪这样不美颜 不加预定的明星 真的不多了 你值得最好的赞美 对于刘嘉玲这组照片 很服气 年过五十的刘嘉玲虽然日常出席活动都已无既往青春亮丽 不过大多时候是化了浓妆 虽然素莱被心目动灵 但素莲比较少 让外界猜测她的真实复制 尽管如此 和同龄豪有聚会时 也是也能看出刘嘉玲的状态很好 保养得很不错 这个年纪能有这样健康的状态 看来和平时她情侣锻炼或许大有关系吧